大家好,上次有一条青龙的电源视频 跟大家介绍了Ticulo四神兽币列之一的头炮,就是青龙 既然有青龙,自然会有白虎、珠雀、袁武 在乐作会之后会推出的 其实今次我在大阪回来,我参观了大阪的一个音响战 其实在音响战里,我都见到Ticulo的社长聪耶先生 我都问过Ticulo先生,有什么新的产品,计划等等 其实今次我最主要在Ticulo先生手上 就是接过这条四神兽系列的另一条产品,就是白虎 而香港更加成为这件白虎的全球手法 这件产品究竟是这些东西,稍后开箱给大家看 好,开箱给大家看看,先讲讲它的型号 其实这条白虎是什么呢?原来也是一条电源 而最大分别,大家会问 和之前你介绍的青龙有什么分别?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型号,它的型号叫TPL3000A WT,WT当然人们知道,这个是White Tiger,白虎 其实3000A,大家都知道,现在Ticulo现行的一条型号是2000A 顾名思义,3000A厂方将它定位来说 就是它厂方的一条旗舰级型号的电线 所以就逢之前,青龙的分别就是这里 好,我们打开箱给大家看看吧 在它的旗舰年号,当然有一个静电袋 有关于这个袋,其实冲儿的社长也来上网 提一提给大家,原来这个袋不是一个普通的袋 这个是一个叫去静电的袋 所以说,如果你一条电源线,或者是其他的信号线 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它是有静电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套到这个袋里面 大概是10分钟左右,声音也是会好好的 好,打开出来就是这一条白虎,就是白色的线身 而线身的纹尾,你看上去真的好像一只 我们叫什么,孟加拉虎,白色的老虎 那种的虎纹,非常之类似的 所以它叫做White Tiger 先讲一下插头,叫得Ticulo的顶级型号 还是要用Furutec Fi50 NCF的插头 头尾也是,而在插头的旁边 就有一个二缩胶,就是一个老虎的logo 而后面就印了这条线的型号 就叫White Tiger,即是白虎 而线身的表面,其实大家都会见到 和Ticulo既有的旗舰型号都有很大的分别 既有的型号,大家都会见到 像以前的型号,它表面套了热塑胶 而热塑胶呢,在插头旁边 都有两个尾合金的filter 而在白虎来说,其实就没有了这个filter 其实是没有了这个功能 其实不是的,冲的社长说 其实它的filter已经是建立了 所以它的效能比较多 首先来说,想介绍一下 这条白虎究竟用上了什么最新的技术 首先讲讲一个屏蔽层 其实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透明膠 而这一层透明膠的下底 这个白色的一层就是这条白虎 用了最新的技术的一只屏蔽物件 而这一只物件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Ticulo一半它的道体 都是用了一只叫做Deep Forming OFC的道体 而这一只Deep Forming OFC 我们简直叫做DFOFC的道体 主要是用在它的线材的道体上面 而这次白虎的这一层的屏蔽层 同样也是用了Deep Forming OFC来做它的评蔽 大家也都知道 评蔽来说,用上不同的物料 对声音的影响也是有很大 好,或者你会问我 Pinna,你说Deep Forming OFC 那就是童来的 那为什么会 那层屏蔽是白色的? 其实原来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屏蔽层其实是由上八条 我八条的一些很幼的屏蔽 就像我的手那样 这次白虎这一条的屏蔽层 就不是单纯用金属网 就这样积出来就算数 而它是做了一层非常复杂的工序 就是说在这些数百条 的屏蔽层的铜丝里面 每一条都是套上了一只特殊物料的绝缘层 换句话来说,其实它表面上 八条的铜丝来说 每一条都是有绝缘的物料 屏蔽着的,换言之来说 每一条的金属物料都会通电 根据厂方的解释 这一只独特的设计 是能够加强到 它的屏蔽层的屏蔽效果 在这个制作过程中 非常复杂 大家都知道 屏蔽层来说 如果你想发挥到它的最强效能 必须要在头上接你 问题就出现 由于上百过百条的屏蔽层 如果你想接到头上 你必须要在制造这条线的工人 必须要在每一条线都要把屏蔽层剥掉 换言之就是 每一条线的过百条的屏蔽层 就是你会开过百次了 每条剥出来 最后就在这个头上 这个屏蔽层才可以发挥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而这条白虎的电源线 同样它的道体 都是用回Ticcolon用开的 刚才所说的就是DF OFC 即是Deep Forming OFC 来做它的道体 而在这一层的白色屏蔽层的下底 同样都会用回Ticcolon用开的 一层尾合金的屏蔽 做它的第二层的屏蔽 好了 我想讲讲 其实我自己的听感 对于这条白虎的电源线 其实我也有试过 播放一些人声 或者一些简单的乐器 其实它对于人声那种感情的描述 对于乐器那种的刻画 给我的那种感觉都很难 而这种感觉 真的很难在同级价钱的线材 或者是一些中价位线材 可以给你这种感觉 今天这条白虎电源线的 简单开箱介绍 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条电源线很有兴趣 或者想了解多一点 究竟这条电源线插在家里的系统 会有什么声效 有什么声音的效果 合不合自己的系统使用 其实我们都准备了 展示线可以给大家借回家里使用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联络我们的销售内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订阅 以及订阅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